大家好 我是沈默 我們這一集要問的是鳳王 鳳王作為金版的蜂蜜神 種族值680 各項分別是106、130、90、110、15、4、90 那你仔細看可以發現他這六項的數字跟洛奇亞是一模一樣 只是分配給了不同項 那我們今天會玩兩種不一樣配置的鳳王 鳳王屬性跟噴火龍一樣火加飛行 所以是四倍弱岩石 對手只要撒個引擎岩 鳳王基本上死一半 而且鳳王的特性是再生力 再生力就是要下場再上場才會回血 再生力只回血量的三分之一 但引擎岩直接扣你二分之一 所以持有物是可以給他帶後底靴 那我們前面先玩帶突擊背心的 鳳王的特防跟洛奇亞一樣154 那加上突擊背心就不得了了 再乘以1.5倍 努力值則是速度攻擊252 不過這邊性格我給錯了 其實爽朗會比固執還要好 雖然鳳王的防禦只有90 不及洛奇亞的130 不過他的專屬技神聖之火 有50%的機會讓對手陷入燒傷 讓對手的物理攻擊打不充我們了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實戰的環節 而且有時候玩這種自由對戰 我出神獸對手沒有 有時候覺得有點不太好意思啦 不過也沒辦法 我們就直接首發鳳王 第二隻就出斗利菇來打水君了 因為水君應該是冥想替身這一種的 那我們斗利菇上場 他就勢必的暗術太進化了 最後一隻賽復王就對付他的鋁鋼橋龍 所以我第一隻就是鋁鋼橋龍 我們火系招式打他龍鋼是一倍嘛 不過我們是有帶地震的 他應該是沒想到 他有可能有電光術加強力響草啦 不過我們鳳王就算被打兩倍 我們要突擊背心 我相信是不會死的 他爽欸 換下去啦 換上正義法 正義法被地震打到會不會死啊 我們有黃蟹啦 但正義法也打不死我們鳳王啦 我們就打神聖之火啦 神聖之火雖然命中美滿 但我相信這個時候是不可能打工的吧 也可以防他換人啦 他有力量寶石 完了 被打四倍 鳳王被打四倍 但是沒死 神聖之火中了 他是生命寶珠耶 然後打我們鳳王四倍 鳳王沒死 是真的厲害耶 而且我們努力只是全部給在了攻擊還有速度 被打四倍也扛得住 老扛啦 多邊手了 那我們先換人好了啦 用再生力來回個血 換賽富豪上來吧 像他多邊手二複製了我有再生力嗎 他下場的時候是也可以回一次血的喔 我原本想說複製下場就沒了 應該是沒辦法回血 但我記得我之前有遇過 也是複製我再生力 結果他下場之後血量真的變多了 那我們打戲法吧 讓他綁著 而且他是進化其實啊 把他進化其實換過來 他多邊手就變得很亂了 這有欺詐的 欺詐算到我兩倍 不過因為我的攻擊很低 所以不會到很痛啊 但我也不能換上鳳王耶 我的鳳王是練攻擊力的 防禦沒有練 被欺詐打到我看也是很危險 先用賽富豪來打他的多邊手就好了 再打到黃血了 因為他進化其實沒了 真的是變得有點亂 他欺詐打了我46滴喔 所以我再被打一下還不會死 因為我不確定滔金潮能不能再收掉多邊手惡啦 既然確定不會死就繼續打吧 所有掉欸 鋁鋼喬龍上來 那你們賽富豪降了兩階的特攻嘛 所以我們先換人吧 先換上斗利菇看他打什麼技能好了 他這鋁鋼喬龍還沒放過招啊 他這鋁鋼喬龍怎麼有隱形眼啊 那我鳳王上來踩到就 扣一大堆血內 不過還不會死啊我們現在是綠血 我們先蘑菇包子碎他一下 哇夾龍光炮直接半血了 而且他應該是持久力啦 所以我越打他會越硬 我們就連發音速拳啊 看音速拳打他幾滴 這還行耶 打了快一半了 他持久力也無所謂啊 連續音速拳就好了 好像也不用鳳王了 鳳王最後一刻要上來啊 反正鳳王速度是比鋁鋼喬龍還要快的 只要打他並減半也變太癢了吧 這個還是要害喔 完了啊是文誘果 那有點不太妙 不太妙了 會不會被他一穿三啊 很水喔 還是我們這邊直接泰金火 泰金爆發打一下 加減再耗一點血 完了他醒來啦 對他速度比我還快捏 哇 不急直接死了 他竟然不是來加農光炮 我們鳳王好像也秒不掉他 那就先上賽復好了 賽復好我們有10萬福特 不打近先把他打殘 他打不贏再交給鳳王 我們是極限速度啦 所以是比他還快 沒死 不過這樣子是穩的啦 加農光炮 他應該是流星群加農光炮跟普吉啊 所以只能打加農光炮了 光說叫鋁鋼喬龍那就感謝指教了 我們剛剛那場鳳王好像沒什麼玩到耶 就扛完了四倍的岩石系招式之後 好像都差不多啦 就被殺隱形眼的時候感覺還是蠻不舒服的啦 不過這場對手看起來是沒有會傻隱形眼的 所以還好 我們先出巨爪怪啦 巨爪怪也可以傻隱形眼 可以破他快龍的多重影片啦 然後第二隻就出鳳王 這位是來玩陶歹狼好了啦 難得都到了自由對戰啦 這我第一隻是九尾 九尾的話我們先打個哈欠啦 因為我們傻隱形眼的話 會被他打再來一次 我們先打哈欠 再傻隱形眼 不然是先按個極光幕 他這裡勢必得換人了吧 或是有可能打再來一次啦 我們就殺個隱形眼了 直接換下去了 拜託不要是快龍 這樣他就踩不到隱形眼了 這個開 是快龍 那也沒辦法 那我們就連續打哈欠啦 他應該就只能一直換人啦 順便脫掉他極光幕的回合數 這怎麼是打地震 地震不是他的本系招式耶 這樣很癢嗎 而且他如果這邊換下快龍的話 再上來快龍就要吃到隱形眼了 那我們打快速折飯好了 看他是要換誰上來 九尾上來喔 九尾上來我們其實可以換上鳳王啊 我們特防很高他打不動我們 但我鳳王想要留著針對一下快龍 我們先換上陶歹狼 陶歹狼毒系招式打九尾也是兩倍 陶歹狼出場的聲音還蠻好笑的 他是吃剩的東西喔 所以不是光是黏土 代表他極光幕周五回合耶 那這個是最後一回合了 我們先打血毒鎖鏈 冷凍乾燥打我也太癢了吧 他這個九尾應該是HP的 撐血量還有防禦的 他這裡應該會重開極光幕啊 我們就繼續打 他這裡如果再開極光幕 其實我們打快龍可能就蠻不好打的了 為什麼不開 還是想要拚冰凍啊 沒有冰凍 他這邊還要死咧 這麼狠喔 他這邊開極光幕是穩穩的耶 快龍回來了 那我們趁這個時候換上鳳王 鳳王出場的時候到了 你感覺我打得有點太膩手膩腳了 鳳王好像也不會打輸九尾 看他剛才那個冷凍乾燥的傷害 不過我是不想要鳳王耗太多血啦 嗯 我們先打個羽星 那我們這邊就神聖之火啦 因為神聖之火是有機會讓他燒傷的 雖然效果不好 欸他台積班神術了耶 那這一下能不能讓他燒傷很關鍵喔 神術不知道可以打我幾匹 哎呀過半啦 沒事沒事還好 這裡沒燒傷我們有再勝利回血啊 但是燒傷啊 可以 燒傷的話我們就連續打神聖之火啦 而且他因為變成一般太金 我們打他就是一倍了 好這裡他應該是想打雨漆 但是他的速度比我們還滿 所以直接把快龍給秒掉了 所以這是五道雄獅喔 哇五道雄獅的話就比較麻煩耶 因為他的速度是一定比我們鳳王還快的啊 我們這裡就先換上聚早怪 讓鳳王再生力回血好了 我原本想說鳳王有再生力 我們就不用自我再生了 然後這樣也可以帶突擊背心嘛 這樣看來感覺自我再生還是好用很多啊 就不用在那邊換來換去啦 水流人打 但是打我們是很癢啦 我們就打他千讓他睡著吧 他就算打近身杖我們也不會死啊 喔巨早怪是極限防禦啦 因為這裡有觀眾在問巨早怪是什麼配置 其實就是血量防禦給到滿而已 還是他是講究頭戴啊 哇這邊睡定了 沒得換人 那我們就快速折返啦 感覺蠻像講究系列的耶 不得不說我覺得鳳王好像不太適合這個玩法 因為他的速度不夠快 他如果速度可以快到 先手直接神聖之火讓對手超上的話 那真的就很強啦 如果速度跟若琪亞一樣是110 我們就直接給他極限速度 好像真的會輸不了 我這邊就有鳥猛攻啦 直接收掉了五刀雄獅 那就感謝指教啦 我們換了一下配置啊 就帶了後底靴去防隱形眼 鐵頭也換成了自我再生 奴隸直接改成了血量還有防禦性格是淘氣啊 血量成本的好處就是 自我再生還有再生力 灰的血會再更多啦 這場就首發鳳王啊 鳳王看起來是每一隻都能打 然後出個陶歹狼好了 出陶歹狼跟賽富好 這樣他的超壞心就整個廢了 那我第一隻烈咬露莎 烈咬露莎 烈咬露莎首發是一定會殺隱形眼的 尤其是他看到我們鳳王 但是我們是在後底靴 所以不怕 所以我們就直接來個神聖之火 讓他燒傷 哎唷怎麼有岩石封鎖 喔沒死 被打四倍沒死 因為不是烈鹿露莎的本系啦 神聖之火 來燒傷一下 完了 沒有 這裡再被岩石封鎖 手打到頭就裂開來了 先換上賽富好吧 神聖之火沒燒傷 要是燒傷的話 可以打贏烈鹿露莎呢 好聰明喔 他也是賽尾會換人所以是他硬經驗 不過他沒猜到我是在後底靴啦 我們就打西法好了 讓他綁招 這個對手很有水準耶 感覺他有猜到我要打西法 他沒有梗子的打地震過來 換上花傑夫人 花傑夫人在密探斗篷 然後我們就淘金潮打他兩倍啦 這個時候就不換人了 但是竟然頂住淘金潮了 花傑夫人的特防也是154啊 又是打街棒 感覺就會接回烈鹿露莎 我就以這個人的玩法 他這裡會打岩石封鎖耶 因為他覺得我會換回鳳王去連防他的地震 他就打岩石封鎖 那我們賽復王降過一次的特攻啦 所以我們換陶歹狼重置一下好了 我真的覺得他不會打地震耶 我感覺他會打岩石封鎖 這個人玩法是各種預判的 果然是岩石封鎖 其實也蠻合理的啦 因為我賽復王降過特攻 打他一定很癢 所以打岩石封鎖怎麼樣他都不虧啊 那我們這邊打守住 看他要打哪一招好了 他這種應該是沒有劍武的 欸 竟然是繼續打岩石封鎖耶 怎麼會這樣 唉唷 那我們打暗影球好了 因為我不想要讓他中劇毒啊 我想要靠神聖之火讓尿路莎燒傷 就地震打過來了 地震真的蠻痛的耶 哇 我打他好癢 還沒有降特防 那我們繼續暗影球啦 他應該會地震打過來 我們就送掉淘汰狼也沒關係 欸 改打岩石封鎖了 怎麼會這樣 他這個時候就改拆我要換上鳳王啦 嗯 降特防 而且要這邊紅血了 有時候這樣一直拆來拆去好像也沒有比較好喔 這裡反而被我耗到紅血啦 還是我們打自我再生 搞不好他又打岩石封鎖 欸 沒用欸 不打了 有時候過度的猜測反而造成反效果 那我們就換上鳳王啦 我這裡鳳王上來看起來就是有渣會用太金花 他搞不好這邊就改打地震了 欸 那我就很耿直的打地震送他 欸 沒用欸 打岩石封鎖 但是我不會死 好險沒要害 這裡就很耿直了 可能想說至少可以降個速度啦 沒想到我太金花了真的不按 好險 田人美厚 田人美厚的話我這邊速度比他慢欸 甚至實力是一定頂不住的 我們先下場再生力回個血 待會再上來 而且他草系招式打我們是四分之一的傷害啊 這裡應該會打格鬥系啦 至少是二分之一 那我們賽不好就可以免疫 結果是太金爆發 我們打暗影球啦 送掉賽富豪也沒關係 他感覺是火太金爆發啦 我打他也太癢了吧 起草 他想要先把速度拉起來啊 那我們繼續發暗影球就好了 真的是火太金 其實看到他有太金爆發的時候 就大概想得到啦 那我們送掉賽富豪也無所謂 我們就是讓鳳王 拿一打二 他不管是火招式 草招式 找我們鳳王都是減半啦 草招式還是四分之一的 雖然我們速度比他還要慢 但是我們這裡一定不會死 自我再生來回個血 那就是下盤踢啦 下盤踢打我也是減半 也太癢了吧 不過下盤踢是100%會降對手的速度啦 那他看起來真的沒有可以打我的招式 感覺他草招式應該是在兩招啦 那我們打地震 幹嘛啦 幹嘛一直踢我下盤啦 下盤你可能講還一直踢 打不死他 打不死他 那我們先自我再生啦 把血回到最滿 就改熱帶T了 熱帶T也是100%降攻擊耶 不過熱帶T是草系招式 打我們是四分之一啦 我們趕快把他收掉好了 反正不應該再回這個血了 又是熱帶T 然後把我的攻擊降到最低 不過我們還是不會打出他花傑夫人吧 他花傑夫人身上是講究唯一 他花傑夫人有可能有光合作用啦 但是也不可能暗嘛 暗了就被綁光合作用了 所以這裡他只能選擇打過來 月亮直立 但是 不痛不癢 感覺鳳王玩這一套還是比較強 雖然攻擊是沒有撐 不過他本身就有130的攻擊力 可是還行 成功收掉花傑夫人就感謝直教啦 但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